500块40分钟 啊 超紧赢啊 不要去吃观光客吃的 是这一间冲水人在地会吃的寿司 哦 还有 休息早安 哦 没有办法相信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然后 因为我昨天脚不是受伤嘛 所以我昨天天天人工皮的时候 我昨天晚上其实没有睡得很好 因为他就一直 伤口的感觉就一直叙叙叫叙叙叫 比我昨天吃那个烤肉 还要热烈 还好今天是跟团 所以 比较还好就是我上车就可以好好睡觉 而且我今天换上了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 这边还有一只小狮子 这个就是我那天在 冲绳王国最后不是还可以自己做T恤 我玩到 我做T恤做到忘记时间 今天的行程是要 一路向北 整个就一直往北边去 现在坐车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刚刚真的在车上睡要翻过去 睡到领队在那边讲说 很漂亮很漂亮 Scooing 然后我就赶快这样起来 那他一看下他又睡着 领队呢 现在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要带我们去前面看那个谷宇利大桥 超美就是从冲绳的本岛然后接到谷宇利岛 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桥 我现在远远看就已经觉得超漂亮的 你看就是这里 这边那个是那座桥 然后那边就是谷宇利的 底下的沙灘超美的 美到爆炸 炸 这真的是一座很幸福的桥耶 感觉通往一望无际 然后这时脑海里就会想起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然后走往前那里 就是星星眼 不好意思 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谢谢 谷宇利岛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景点 但是真的很值得来这岛上 因为真的太漂亮了 那现在在中午吃饭时间 导游到我们来一个 在这附近的一个cafe El Lota 应该是 我本来确定 他可以看到 谷宇利大桥 他这边有卖一些自家小店 然后我刚刚看到了这个 我想要买这个 这个超可爱的 粉红色的星星T 三千块 哦 可是很可爱 然后还有三个颜色 我觉得粉红色超好看的 穿下不很黑 这边有个户外区的位置 面对的 就是谷宇利大桥 很帅 可是很漂亮 所以我选择做外面 然后里面的话 还有室内的位置 也是很不错 那这边的菜单选择没有到太多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pasta 现在先送来的 我点的野菜pasta 有点鞋 哦 可是蔬菜超甜的 好 我刚刚倒油 就这样子 绕了整圈 不努力倒整个圈 那大概开车 15分钟左右吧 就可以绕完整圈了 刚刚又睡了一觉之后呢 现在要来这个景点 是 我第一天没有看到的樱花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 有机会可以看到 大片樱花的地方 今天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这里整个蛮大的 但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我应该就不会去这个 不会从这边这样绕过去 然后去到那个 金龟人移基这边 它是历史古迹耶 那这边有写 金龟人移基的票是需要购票入场的 那这个都已经包含在团费里面了 买那个门票的话 可以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那个历史文化博物馆 然后另外的是金龟人移基 哦 目前有看到一点点的樱花 可是这个镜子看起来超嫩的耶 哦 三岁哦 然后这整片就是金龟人移基 哇 但我有点看不太懂这样子的移基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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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点点萨菇拉啦 有点点没有到非常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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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这样真的很像长城这样子 它就是足起一个堡垒 天实在太蓝了 海水也超蓝 而且这里还都是三个颜色 从前中生这样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水族馆嘛 然后 它就说要去水族馆的路上呢 会有一个很小的小景点 这里是贝赖福牧林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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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滑一下就咒就下去了 哈 哈哈 今天的tour最后一站 就是水族馆 刚一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手冲先进去了 因為等一下4点的时候会有那个 好像是海豚秀还是什么的卫石秀吧 但其实因为我上次有看过 我覺得那個人超多的 然後我看了之後 我有點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跟著跑進去 我比較想要看其他的東西 這是亞洲最大的水族館 然後是世界前三大的水族館 好多人喜歡教學的 好可愛喔 沒有選買票的話 這裡也是可以 這邊買票的 教學剛剛我昨天看到的潘大星不一樣 這跟我想像中的潘大星比較像 這應該是粉紅色的 好像可能住在石頭底下之類的 這間應該是石斑本人 石斑很好吃欸 可是我這樣看它我沒有食慾 這幾天一直在國際通上面 看到這些朋友 你們在幹嘛啦 我們整天就這樣跟著海水一起流動 欸你們是海底世界裡面最廢的生物欸 它會出來欸 抱歉我會問你了 原來你會出來的嗎 我會出來的 喔喔喔 你要去哪裡 它是屁股進去 你的頭在這喔 呵呵呵 你是會滑喔 呵呵呵 哇就是這裡 哇讓我念念不忘的這個水族館 天啊 哇 在巨大水族 箱旁邊這裡的 Ocean Blue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它這裡的話就是比較靠水族箱的 旁邊的座位呢 500塊一桌 然後40分鐘的時間 然後也可以點個餐點 那個藍色的咖哩看起來超可怕的 你看就是這樣子的座位 很棒棒 我的是8號 哇我想要在9號 9號是那個還蠻 好啦8號的朋友也很可愛 就是這樣的座位 你不覺得超讚的嗎 那後面這邊的位置呢 就是自由座 只要你有點餐 你就可以進來 坐在這邊吃 視野離它不遠啊 大概就這樣 我的超近 啊超近啊 嗨 喔還有 這樣的一個下午茶 再配上 這些魚 朋友們 嘿嘿 超近的 親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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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不是第二天 就要去吃一間回轉壽司嗎 然後後來就是 那天真的回到那巴巴的時候 肚子太餓 所以我就後來沒去 在那巴巴吃的好串 然後我今天本來要去 結果後來我 真的是太白癡了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說 今天它 是公修 所以後來我就問了一下 那個導遊 你們有沒有推薦的 後來他就想說 吃什麼 那間回轉壽司 他說不要去吃觀光客吃的 吃這一間 通常人在地 會吃的一間壽司 但我剛剛查了一下 他丹佳玉有點 小高 可是看起來是真的蠻厲害的 他說是 從足利市場開過來的 黑鮪魚看起來超飽好吃 我剛好稍微夸了一下 我的導遊是男生啊 剛來的路上啊 看起來這裡很像 有什麼 綠森本屋之類的這種 公安 吃到 我會推薦的 呵呵呵 來這種很道地的 日本料理店啊 只有一個最麻煩的 就是他會有點 看不懂 就是他到底 裡面有什麼 但這個好處是 他都還有一些照片 然後跟 一些簡單的中文 他還是有的 好險 好開心喔 可以看 師父親子怎麼捏給你 哇他頭的真的超好吃 然後他的醋飯不太一樣 醋飯是溫溫的 不是冰的 而且我這樣夾著 他都可以 挺立 一般外面的壽司 我這樣夾 他大概就開始炸 他有看那個醬菜的壽司嗎 就是 他那個飯不可以掉下來啊 師父只可以 肌煩肌熟啊 這種 我現在完全 終於可以感受那個感覺 好開心喔 剛剛師父跟我解釋了 這道的是什麼 他說是 沖繩的 貝類 他這個是藝術耶 你們知道嗎 他真的是藝術耶 他這一層是那個貝 然後他上面呢 是那個背的內臟的一些 他把它切碎這樣 今天這樣吃起來 可能會覺得說 欸價錢上面 是不是非常非常來得到 其實算起來台幣 其實也還好 一餐才大概差不多1,200 其實非常OK耶 你看 給我 謝謝 拜拜 也不過最後一天了 我竟然還是忘記開麥克風了 Dada Anyway 這就是我是想跟大家說 這已經是沖繩連載最後一集了 希望大家很享受各位一起旅游的时间 那就下次的独立Vlog再见咯 拜拜 没有看到樱花 那就跟樱花厂拍张照吧